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山东张秋的盆崖村 乡村的嫩芽子老叶子都找到了赚钱的好路子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你好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山东区府的小孔和小飞两位 前一段时间到张秋的深山里 去寻找他们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虽然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是他们也收获了不少 那么他们找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正在举办乡村采摘节 原本寂静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首先感谢大家到我们培牙村来参加这个乡村采摘节 首先进行的是乡村牙采摘比赛 小孔和小飞也跃跃欲试 五队选手就位 各个摩拳擦掌 这阵势冠军势在必得呀 小孔和小飞 虽然他们喜欢吃乡村 不过这还是第一次来山里边 亲自采摘乡村 一到山上他们就忙活开了 没事 我爬过去 小飞这么卖力气 小孔也没闲着 他用的是专门勾乡村牙子工具 小孔第一次使用这种工具 还不太熟练 勾着勾着就出了问题 这样采摘不对 这样采摘不对 这样采摘不对啊 这样采摘的话 就把那个树体给破坏了 现在采的是头柴乡村 也就是顶牙 一般情况下 采完顶牙 它下面的侧牙才开始萌发 过上几天 还可以采摘第二柴乡村 这种采摘方法确实有问题 那如果您要是整个的 把树枝掰下来的话 您那 就整个的把这个二柴的产量 就会降低了 本来一亩地人七八百斤了 这样采摘的话 那一亩地人二百斤 那就算多的了 这么采摘不仅影响 乡村当年的收成 还会影响到第二年的产量 您把这个树枝掰下来以后 它会再往下枯萎 又有十几公分 要枯萎掉 要撕水 所以说您这个树枝 第二年的产量就不好了 正确的采摘方法 可以减少对乡村树体的伤害 能够更好地持续利用 应该是这样 就是那个钩子 要勾到这个顶头的这个位置上 才能这个采摘 用这种钩子采摘香村芽 确实需要一定的功夫 小孔他们这么一耽搁 有点被落下了 得抓紧了 二十分钟时间到 评委们仔细检查 选手采摘的香村 让小孔和小飞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被直接淘汰出局 这不白忙活了吗 那么到底哪又出问题了呢 这不对啊 您这是臭村 这一个是采摘的 不是一个树 您肯定是臭村树 您把它当成香村采摘了 这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臭村和香村 因为长相特别相似 所以都有春子 其实它们根本就不沾边 臭村是苦木棵 香村是炼棵 仔细看叶子 臭村羽状叶的顶端是单叶 而香村顶端的叶子是成双的 不过在刚斩叶的时候 从外观上 臭村和香村确实不好区分 其实啊 区别它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闻一闻 臭村叶是臭的 真臭 不要了 不要了 小孔小飞最后被淘汰出局 这是他们第一次采摘香村 香村和臭村没有分得清 可是对于盆崖村的人来说 并不难 这里很早就有采摘香村的习惯 香村树是当地的乡土树种 耐积薄耐干旱对土壤环境要求不高 而且这香村的叶虫害也很少 是很好的绿化树种 还是不错的经济树种 香村树很容易串根 当地人喜欢香村 许多香村小苗被保留下来 越来越多漫山遍野 这成片的香村林在全国来说也不多见 我们这边的香村和其他地方的香村 它的皮种也不要 它的颜色 颜色是红色的 这种红色的特别香 红香村 红芽香村 真的很香 特别香 红芽香村不仅香 和平原区相比 这里的香村采摘时间也比较晚 平原区已经是采第二茬了 这里才开始采第一茬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以错开时间吃到最鲜嫩的香村芽 但是对于当地农民来说 心里着急啊 春天升温快 香村芽采摘的时间很短 也就半个来月 紧着采也采不完 采多了又怕卖不掉 盆芽村守着这么好的资源 过去人们却一直过着很紧迫的日子 2014年 市里派来扶贫工作队 他们经过都方了解 找到了屈辅市的邓志勇 邓志勇手中有香村开发新技术 这里有的是野生香村资源 品质又好 双方决定联手开发红芽香村 这次他们举办首届香村采摘节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城里人来认识红芽香村 野生纯天然的香村 话说小孔和小飞 在采摘节的第一个环节意外失手 接下来还有厨艺大比拼 这次他们很想扳回一局 比赛用的主要食材 就是高采摘的红芽香村 红芽香村营养丰富 香味诱人 有这么好的食材 各路选手也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这是在炸香村云 挂护的香村芽 在油锅里滚上几个滚 香喷喷的 很像会游泳的小鱼 刚才的香村嫩眼 这么一炸 那叫一个香酥可口 很受欢迎 小孔和小飞看着眼馋呢 但是没有急着动手 经过仔细观察之后 他们决定做最拿手的 香村鸡蛋饼 这次小飞感觉还不错 可以的啊 油炸香村人呢 是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呢 是那个 彩枪水人那两顿 鸡蛋鸡蛋鸡蛋 小孔小飞 他们最后得了个第二名 虽然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 可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他们也开了眼界 喷牙的红芽香村 是纯天然的食材 用它们做出的菜 味道就是不一样 这鸡难道也和红牙乡村有关系吗 吃着乡村鸡小孔小飞琢磨上了 这乡村鸡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既然来了就得弄得明白 他们要看一看活的乡村鸡到底是个啥样子 小孔和小飞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也没找到乡村鸡 他们决定上山去找一下 慢点注意安全 行 好的 慢点 这乡村鸡到底养到哪里呢 看到鸡了 上面喝很多 看见了 好多 这个就是吃乡村长大的乡村鸡吗 小孔心想 乡村鸡 没见你们吃乡村了 好在小孔的同伴小飞是有备而来啊 他在来机场的路上就踩好了乡村芽 干鸡吃不吃啊 吃吧吃吧吃饱了和下鸡蛋 鸡们对这些美味似乎不大感兴趣 难道是鸡不喜欢乡村的香味吗 吃吧 吃吧 小孔小飞 你们这么炸炸呼呼的喂鸡 那鸡还敢吃吗 对这些鸡来说 你们可是不素质客 不过最后这鸡还是经不起美食的诱惑 大着胆子吃上了 小孔他们发现这鸡很挑食 只吃香春的嫩叶子 把梗都剩下了 这可有些浪费 这么喂不我们就赔大发了 不可能这么喂啊 我们就喂了好多了 这个时候这香春芽装费啊 几十块钱一斤啊 不过说起邓志勇当年养香春鸡 和这香春芽子还真有些关系 几年前了 这不是放养了一批小鸡啊 就在我们香春的树林子里面 但是呢 我们发现啊 我们的香春树啊都扒了牙的就吃完了 扒了牙就吃完了 而且到最后把我们的香春的那个小树啊 那杆子 那个皮 整个都给我们着实了 整个吃完了 所以说我们后来想着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产业 邓志勇这才有了养香春鸡的想法 可是用春芽子喂鸡成本太高 那为什么呢 小孔他们也很想弄个明白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怎么喂鸡的 好好好 走 这就是我们喂鸡的饲料 哦 这就是啊 对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玉米粉 玉米粉 玉米粉 那这个呢 这是大肚饼和那个麦夫 就是小麦的皮 哦哦哦 都是整体的 这个呢 这个这个是是是野草打的面子吗 不是 再看看 好细啊 啊 我闻到香味呢 哦 是香春的 对 这就是我们的香春粉 香春干粉 这个是老叶子 老叶子 对 这叫物尽其用 香春那样人吃了 老叶子有了新用途 打成粉用来喂鸡 香春叶子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蛋白质含量和玉米差不多 香春叶子里边 还含有几十种芳香物质 用香春老叶子喂鸡 鸡就相当于一个生物转化器 香春叶子里的芳香物质 经过转化 会存在鸡的体内 改善肌肉品质 增加了这个香春干粉以后呢 它的这个鸡的香味啊 一个是更浓 香春不仅改善了鸡肉风味 而且香春还是一味中药 可以有效改善鸡的肠道环境 邓志勇发现 喂香春的鸡 一般不拉利己 很少得病 香春是个好东西 小孔小飞想给鸡配顿餐 可是这么多东西怎么配呢 他们这是什么比例啊 按照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 玉米粉的含量 要在总含量里面 占到50% 给它提供足够的热能 豆瓣和那个麦夫 它两个的含量呢 占到30% 香春粉的含量呢 就是占到总体的含量的20% 这样呢 既不高也不低 先把这个豆饼 都倒进去吗 对 豆饼和那个麦夫 倒在这里面 来我来 好香啊 这香春粉也要加到里边 加入清水 进行充分搅拌 哎呀 都走不动 好了 我也帮忙 会闻到这种 好香的 很香很香的味道 这是香春鸡 每天一定要吃的大餐 加入水了以后呢 它会让它的这种 粘合力比较好一些 这个我看就想吃了 是不是很香啊 真的很香 真的 而且色泽也很好 绿绿的 就想着有诱人的那种感觉 吃吃吃喝 感觉鸡好有福 饲料要搅拌到什么程度合适呢 这里边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怎么一个状态呢 你就是一抓 是一个团 一扔是个粉的 哦 正好 饲料拌好了 闻着香喷喷的 想必鸡也是等极了吧 那我们俩去喂喂鸡看看吧 不 现在可不行 现在可不行 因为现在鸡呢 要去山上那个 去虫子了 哦 对 要放肠了是吧 你们现在可以 尝试着 把鸡赶在山上去虫子 哦 我们可以赶鸡是吧 对对对 让我们去赶鸡 好像很好玩 小达是虫子 快点快点 上菜了 小达是虫子了 邓志勇介绍说 给鸡喂料要掌握好时间 现在还不是喂料的时候 这里的乡村鸡 是当地的土鸡品种 着实能力很强 每天他们大部分时间 要在山上自己找神吃 吃小虫子 吃小嫩草 这大山里空气好 没有污染 鸡和小虫子一样自由自在 大山就是他们的家 就连鸡下蛋 也常常在山上 所以机场的工人 每隔两个小时 就要到山上巡视一遍 这鸡蛋可得找仔细了 小虫和小飞 也来山上帮着捡鸡蛋 哦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好小 好小 你看这边有两个 哇 这么小 好经历 对啊 还是热乎的呢 这是一个鸡下的吗 这么多 那你猜一个鸡 一天下几个蛋呀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一个 两个 这还真把小孔给温住了 其实 这鸡下蛋有一定的规律 一旦认准了一个地方 鸡就会经常在那下蛋 所以 这儿的蛋 还真没准是一个鸡下的 不过 散养的土鸡不是每天下一个蛋 它们的产蛋量并不高 一般是两天下一个蛋 我发现一个蛋 我发现蜡有一个 蜡娘 蜡娘 看 炒肚子也没有 不会吧 这这么多吃 会招着它鸡屁股的 你看那一招着一只毛 说着说着 这小飞也被扎着了 哎 整个鸡蛋这么容易 虽然我也不能摔鸡蛋 好不容易剪的 太多这个东西了 慢一点 孟总 看我没剪的鸡蛋 我们辛苦得到 辛苦得到 你们可经常转大吧 这是我们家的香春鸡下的蛋 这个有 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而且呢 胆固成的含量特别低 这个鸡蛋有香春味吗 这个鸡蛋没有香春味 但是鸡蛋的那个香味特别 香春鸡下的蛋有特色 这里边就有香春饲料的功劳 时间不早了 喂饲料的时间就要到了 这个点啊 鸡等的都着急了 现在就可以去喂鸡了 现在去 对 这个时间就可以给鸡家餐了 还有拿这个盆吗 不用不用 直接抬这个就行 对 爸妈挺沉的 这么香的鸡料 这个鸡能吃什么样的 肯定很喜欢吃吧 那鸡蛋的呀 待会儿肯定会强 我感觉 一会儿你就吃到了 等会儿一会儿就吃光了 一放在板子上就可以了 还要分开吗 对对对 因为鸡太多了嘛 嗯 你手放吗 可以体验一下 你看你看好多不吃了 你看不用换啊 这个鸡都过来了 每天补这顿大餐 对香春鸡来说很重要 我们现在闻的还香呢 所以说我们每天 每天下午的时候 鸡在那个树林子里面 还有山上 吃完草和虫子以后 回来以后 我们给它加这一对美餐 嗯 一个是保证我们鸡的 每天的营养的摄取 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鸡 成为特色品牌的香春鸡 自从用上了有香春的资料 这大山里散养的土鸡 鸡肉和鸡蛋更加有特色 很受消费者欢迎 邓志勇他们用香春饲料 喂出了独具特色的香春鸡 香春老叶子得到了利用 香春嫩芽的深加工 也有了新进展 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帮助下 鸡牙香春的深加工项目 已经陆续投产 香春茶 香春酱 香春粉 优质的特色资源 正在逐步转化为财富 过去啊 这盆牙村的人是捧着今晚要饭吃 如今这红牙香春有了新出路 老叶子新叶子都成了宝贝 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 相信随着香春产业的开发 通过这种产业扶贫 盆牙村的老百姓一定能够早日脱贫 过上富裕的生活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知道怎么挑选牛肉吗 想吃煎牛排 该选哪一块肉 酱牛肉 又该选哪一块 西红柿炖牛腩 牛腩到底是牛身上哪一块肉呢 想吃牛肉馅饺子 又该选哪一块肉呢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